嗨 星期一 今天我們準時開始 今天想說的事情 是罕有地和生童有關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其實 不是說不想說和生童有關的題目 而是如我之前所說 因為生童都說了兩年多 兩年半了 所以我們就會 生童意外 我們還有什麼可以說呢 我們會說一些 周邊我覺得是關事的事情 即是關大家健康的事情 我不是說我不說生童 我會說生童 那你有東西你就會說 譬如有些新的資訊 有些新的資訊 我們需要和大家分享 我們會說的 因為如我之前也提過 其實生童始終會被人攻擊 而生童也不是每個人 因為有些人 他始終是 接受不了 他接受不了 他的原因不是因為其他事情 而是只不過他自己 沒有做資訊 他沒有了解得足夠 然後就已經決定我不要了 有些人的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生童貴 不生童便宜 所以就會這樣選擇 但其實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都是一個錯誤 所以今天其實 一個很大的篇幅 我要說的是 錯誤 我不夠膽去批評大家 說是一個錯誤 但是 是不完全正確的觀點 例如 之前大家都會覺得 不行的 一定要吃炭水化合物的 因為你的腦 需要依賴葡萄糖 如果你沒有葡萄糖的話 你的腦會無法活動 你說了像是一部分對的東西 但原來你沒有說到的 就是身體 你的肝自己會製造葡萄糖 正如我們過去幾十年 就一直說 不要吃膽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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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避開所有的東西 我的理由 就是膽固醇對你不好 但是 真實是 現在又有新的科技 其實膽固醇是無所謂的 不要吃膽固醇 其實你吃多少隻都無所謂 我想說一件事 你發覺之前叫你不吃膽固醇 是你的醫生 你最信任去依賴 也是去照顧你健康的人 是你的醫生叫你不要吃膽固醇 但是之後現在 你的醫生可能還是維持原判 叫你不要吃膽固醇 但他也有可能已經改喉 這個時候當然 如果你是挑機於我的人 你就會去避開你的醫生 問他 咦?你之前不是叫我不要吃膽固醇嗎 然後可能他會說 啊 什麼 醜醇 然後再說別的事 但是 我想說什麼呢 就是我其實有見一些癌症的客人 癌症的客人 我可以說我最喜歡見 也是我最怕見的 原因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最喜歡見 就是你覺得你真的會幫到他們 因為癌病的代謝是跟糖有關的 這是一個科學的事實 你不能咬的 其實 但是 同時 我覺得最怕見到他們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是 兒子女 就是孝子孝女 自己也相情願幫爸爸 或者媽媽預約了 但其實當事人自己未必知道這件事 第二 就是 就算他自己知道也好 他來到 他聽你說 說完之後 我覺得他 不要介入 這裏可能會有些年齡其事的成分 但是 通常有癌症的人 年紀是比較大一點的 OK 他有他的解釋 但是 年紀大的人 大家會知道 情況是怎樣 就是可能會比較固執 OK 他比較固執 甚至是 他覺得他 整個人都是這樣吃 我們也有英文的說法 就是 就是 他已經習慣了這麼多年 你突然要去改變 就是 有份上一年紀的人 是未必那麼容易接受到新事物的 也都 很悲哀地說 就是我們年紀大的 長輩 除了他難以 去改習習慣之外 也有機會 就是他自己本身 可能那個年代讀的書 不是太多 所以 你叫他自己去做研究 自己去看多些資料 他真是未必會的 那 我有我跟他說 那我當然 已經把所有的科學 都拿出來 一些支持 等等 給他看 但是第一 可能他自己 懂得這麼說 他本身的英文程度 不是特別 特別流利 特別明白 就算不是英文 我也會翻譯做中文 但是可能他本身 你想想可能已經七八十歲 他那個吸收能力已經是 有一成二 然後 你還要給他這麼多的科學資訊 他真的未必一時 本身吸收到 他就可能輕機 當然我遇到一些老人家 他可能是 就是 還 怎麼說 剛才所說 書不是讀得特別多 然後 什麼叫科學 不太明白 然後 什麼叫科研 不知道 為什麼不吃飯 不明白 但是可能他的兒女 看了一個節目 幫他預約 然後說服了他來 然後他就坐在那裡 傻傻傻 聽你說 說完之後 他會不會回去執行 我真的不知道 OK 但是我當然很希望他執行 我當然盡了我的努力 出了牙血 這樣解釋給他看 OK 給了影片給他看 我想你們都看過 那條影片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CNBC的新聞台 就訪問一個 叫做Fred Hedfield的博士 他被三個不同的腫瘤科醫生 去判定他 還有三個月的命 那後來他 咦 聽人家說 原來有人叫做新陳代謝療法 咦 是對癌病有幫助 好嘗嘗嘗嘗 反正每個醫生都說我死得了 然後三個月之後他好發 然後完全沒有任何癌病的症狀 任何的殘留 沒有癌病的症狀 沒有癌病 我正在打一個Uphill battle 即是疫境牌 打麻將的疫境牌 亦都是逆流異常 因為大家的主流聲音就是 相信醫生 醫生一定是很厲害 什麼都懂了 當然 你相信醫生 因為他一直照顧他們健康 但是我想說一說 那個線是怎樣分工的 就是 醫生在前線照顧你的健康 他每天都在看症 你進來 然後醫生問你什麼事不舒服 問問問問 如果他需要多些判定是什麼事 他會叫你走去驗血 然後等個報告出來 或者大小異便 做化驗 好了 我想說一說 其實他背後是支持藥廠 我知道蕭公子和她的朋友Amanda 跟藥廠合作 將來他們應該會在其他頻道 聽到他們的新節目 他們會有藥廠的贊助 會有醫生去發言 其實我想說一說 藥廠和醫生的關係是非常緊密的 藥廠找了很多醫生 醫生去 endorse藥廠的藥 緊密合作 因為醫生也相信藥是對病人有幫助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所有的藥 都是沒有副作用的前提之下 能夠幫到人 我也希望是這樣的 但是 正如甚至最溫和的草藥 他也有我們所說的 contract indication 即是 他也有他的矛盾 和禁忌 即是叫做禁忌 甚至做瑜伽都是 King of all Asanas 所有瑜伽色子之王倒立 都會有人不能做的 例如你眼壓過高的人 例如你有高血壓的人 都不能做藥 所以是否所有的西藥 都真的沒有任何副作用 我相信你打開任何一包藥 看裡面的說明書 你都會知道 其實不完全是 但你問我 你問我 是否所有病人都很認識 藥的副作用 未必 還有 醫生是否真的有很詳細的解釋 給你聽 這個藥 有機會會有副作用 也未必知道 所以我覺得 這是值得大家留意的地方 而另外值得留意的地方 其實醫生在前線負責去見病人 去Prescribe 藥物 而真正在做科研的 是在大學裏面 大學裏面的生物系的教授 還有Professor of Medicine 即現代醫學的教授 各方面 這個執行裏面 不同的學系的教授 連同研究團隊去做研究 當他們有Findings的時候 當他們有一個新的發言 新的Findings 然後他們會在醫學的期刊 在醫學期刊裡面 然後藥廠就發現 有新的東西 然後他們會循著這個方向 去發展一些藥 當他們發展一些藥 當然在過程中 有很多動物會受到 用來做測試 然後 藥測試 動物測試完 一會就沒事了 他們就會找一些人 自願做測試 通常都是這樣的 然後便會給FDA 給FDA 批准 數據 大約的步驟 就是這樣 然後便會給前線醫生 前線醫生 就說 這隻藥是癌病的 新一代的Vilbar 數據好像不錯 好 五萬元個月 大約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 所以你問我 醫生是否真的最熟悉 現在最新的科研成果 其實不是 真的不是 因為為什麼不是 不是誘惑他們 或者誘毀他們 不是 事實上不是 因為他們不是 領著科研團隊 在大學裏做的科研 他們在前線見病人 所以你要明白 那個分別就是這裏 但很多時候你跟個 癌病人說 癌病的新陳代謝模式 你跟他們說 現在最新的 Prelancet 或者哪一個醫療期刊 最新登了什麼出來 Cancer Findings 因為他們沒有看 尤其如我所說 如果那個癌病人 一個七八十歲的婆婆 她真的可能廣東話都蠻蠻的 更何況你跟她說英文更麻煩 我就算不英文 我用廣東話翻譯 她都覺得很麻煩 因為 你跟她說的是科學 不是她熟悉的範疇 而且她為什麼一輩子吃飯 都沒事 現在來有事 她都不明白 但我現在想分享一點點 你問我 我會不會覺得沮喪 我會的 所以我就說 我又喜歡見癌症的客人 但亦都不喜歡 因為如果癌症的客人 可能大家例是 他五六十歲 他是在外國生活的 他英文流利的 他可能真的 完全沒有問題 去明白你在說什麼 然後他會很 沒有問題 自己再做一些研究 因為我不會跟別人說 你聽我說就可以了 你聽我說 我什麼都會 我當然不會 瘋的 你是會跟別人說 我現在跟你說 我和你分享一些資訊 然後我 勉強你 再做多些研究 有哪些書 你值得看的 我會叫人看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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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學的教授寫的書 關於癌細胞的身神代謝 另外 還有幾個 教授寫的書 這些書是否難看 這裏面非常科學 和很艱深的用詞 但如果你肯看的話 你會深入你的理解 你會明白為什麼 食碳水化合物是一個問題 但是很多時候 我覺得很沮喪的地方 就是 你跟他說完之後 他轉頭去看醫生 然後 醫生說 當然不行 你當然要吃飯 你不吃飯沒有力 但這個時候 你不會膽去挑戰醫生 為什麼 為什麼不吃飯沒有力 為什麼一定要吃飯 還有再大膽一點問一個問題 醫生 你當初讀營養 你讀了多少個小時 他會回答你 可能是零 可能是三十個小時 OK 但是 大部分人就是醫生 我媽媽問 但是 你想回頭 其實 沒多久之前 醫生還在叫你不要吃蛋 正如我媽媽便秘了幾十年 因為她的心臟科 醫生叫她不要吃脂肪 所以 沒有脂肪 但是不斷地給纖維 我媽媽便秘越來越厲害 你想像一下 就是 腸 我媽媽可能也有腸瘤 你問我 就是 你不斷吃粗纖維 然後一直刮腸內壁 但沒有脂肪 沒有潤滑劑 一直刮刮刮刮刮刮 我想分享一點點 一個癌病研究人員 他自己生育了六年 他覺得我們今時今日的 modern day diet 即我們今時今日的 Hello 鮑Sir為何你會在這裏 你不用做節目嗎 今晚 張醫生 多謝你 我今天不是說大腦相關的疾病 不是說精神科 今天是說少少癌症的事情 這個癌症研究員 叫做David Harper 他是一個癌症研究員 和一個癌症研究員 癌症研究員 就是肌感療法 這件事挺有趣的 如果你們來約我 我可以和你們試 我舉了兩張紙 兩張紙裡面都可以寫不同的東西 你看到什麼 你拿在手上 然後你發覺 按下去的時候 你的身體的反應是不同的 挺有趣的 這個David Harper 是一個癌症研究員 和一個癌症研究員 他自2013年開始生肚 高脂肌肉食 他說這個飲食方法 即是糖果無糖的飲食方法 是幫助他瘦了很多 即使他吃很多很多的脂肪也好 都沒有問題 數了很多 Hello Hello 他寫了一本新書 叫做Bio Diet 就是教大家如何癌症 去跟生酮的方法吃東西 但以一個健康和一個科學的方法 你問我真心 我是很引以為傲 很引以為榮 of of 我普通賣的生酮包 我膽敢說是全香港最好吃的生酮包 Give it a try 上來可以試吃 你儘管試試 絕對是最好吃的生酮包 很軟熟的 你猜不到它是生酮包 你以為是普通麵包 但是我一直都沒有怎樣賣這些東西 包括生酮甜品 現在會有 但是我之前也說過 我不是很賣 因為為什麼 我覺得我們不如回歸 我們真是祖先的飲食方法 因為我們 我是很paleolithic 我是很史前人類的 那種的飲食 那種的生酮方法 而不是我喝蛋白粉 我吃魚油丸 我吃維他命C丸 不是這一種的飲食方法 OK 那我看回其實 David Harper 這個癌病的研究人員 他的食法都是這樣的 大部份的人 那些貓 不知道在哪裡 在埋著地雷給我彈 我上一集 我做了一個節目 明明可以踩糞 很臭很臭 我真的踩糞 他們在桌上埋著地雷給我彈 那些人 大部份的人 早上吃一塊多士 然後有少許的人造牛油 然後加些果醬 再加一杯新鮮橙汁 然後David Harper說 一定不會這樣吃 Kinesiology的教授 他就說 他在過去六年都沒有吃過一塊多士 他就是嚴格遵從一種 就是高脂肪 高脂肪 然後低碳水化合物的 Ketogenic diet 自從2013年 And he never looked back 他沒有再說 回頭回頭 我好懷念 我想吃 沒有 他的大太 Dale Brewery 都是靠脂肪 都是依靠脂肪 OK 我們先讀一讀 Joelle Tang 有幾次上來 想親生和女王 多謝你 我親生和女兒之後 皮膚好很多 都瘦了 我一直保持這個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Joelle Thank you 多謝你願意試 OK 亦都多謝你肯堅持下去 其實我個個都這樣跟他們說 試三個月試半年 See what happens 你明白嗎 之後如果你覺得你太瘦了 你覺得不好 你不喜歡 你就回頭回頭 It's fine 為什麼我不會回頭回頭呢 因為 你覺得你瘦了 皮膚好了 睡得好 精神多了 那你就不會回頭回頭 哈哈哈哈 又是時候你們讚 你讚美 我拿出來養一下 OK OK 粉精和海南寶 OK 這些這麼大抽 是不是有重量 當然有重量 那我就當 OK 做 做健身 舉一下 不用自己平時舉得那麼辛苦 那就戴在手上 OK 那 Yeah 現在我正在養 我養完另一抽出來 我上一周跟大家說 我會拿出來 你看 1000 遮瑕的分別 那個顏色不同 OK 還有幾抽 拿起來 哎呀呀呀呀呀 有得了 有得了 好變態 是不是好變態 我還要想個出現 我現在突然撒開 誰叫你撒我那些秋秋靚 我立即養我那些秋秋出來給大家看 這些就是秋秋了 一秋秋的 你見不見到每一秋的顏色都有點不同 這隻顏色是比較常的 深海藍色 深海藍色 這裡會見得清楚一點 然後這三個是比較接近的食物 有些是我幫朋友買的 所以你們不要耗著它 老實說 這麼大秋會相當貴 但是你知道水晶是跟它的尺寸有直接的關係 尺寸越大 它的能量越強 所以我是自己會帶大秋的 那些牛眼大波波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帶這些的 但沒關係 我們就有另一種安排的方法 就是這個 就是這些方式 看到嗎 一個是紫理肺 另一個是粉晶 大家聽我說的都知道 跳台跳到什麼 想去崩潰 這些就是做頸鏈 這樣 OK 大波波 大豬豬 OK 可以嗎 對 很多很漂亮 謝謝你 很多我真的 這樣就 水晶再說 我們今天先講這個cancer research 好嗎 好嗎 因為我是一個茶人 我不是一個咖啡人 OK 我就是加乳酪 我去餐廳 我很怕他們說 即是咖啡 不是咖啡乳酪 那些叫做 即是咖啡乳酪 沒有咖啡乳酪 或者咖啡乳酪 如果你能夠連那個都咖啡 那你就會再乾淨一點 還有你知道我們生酪 是很困難想要吸收再多些脂肪 所以就是 如果那間是比較漂亮的餐廳 OK 通常都會有的 OK 看到那個shades的分別 OK 哎呀 有重量的 大家可以 省下 不用做 OK 看到嗎 OK 想說可以說的 這個我們本來是打算放在能量場內去說 OK 行嗎 行不行 大漂亮漂亮 OK 還有呢 我突然說了一件事先 就是 你要確保你的石子 不是用炸藥開礦的 OK 因為如果你炸藥開礦的石子 它全部已經散光了 All energy will be gone OK 這些是你要確保你的人手開礦 才有它的力量 OK 行不行 OK 還有最後補充多幾句 就是你要確保有地水火風風 五個元素的淨化 還有就是有它的啟動 和連結 你才可以完整地得到水晶的能量 好嗎 最後提一提 上個星期那一集 就做好了一個字幕 我明天會上完這條影片 我們到下個星期又會再上完 就是今天這條影片 OK 剛才所說的單石 單粒珠仔 這些 OK 你知道海南堡是喉鱗的石 OK 太小顆的力量不夠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選這些大顆的 OK OK 好 好了 好了 那我們繼續說 繼續說說 Cancer和Keto的關係 OK 我們今時今日的飲食方法 就是太多 太多 太多糖 太多太多 OK 而問題是 當你有這麼多糖 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 他們其實是一個邪惡的軸心 邪惡的三角來的 因為它是這三樣東西 是跟糖有關 哪三樣呢 就是 痴肥 疾素阻礦 和發炎 那這三樣東西 怎樣會把它連在一起呢 就是說 脂肪積聚 就會導致我們的疾素阻礦 一直增加上去 因為 你的身體已經沒有位儲存 太多太多脂肪了 沒有位儲存 也沒有辦法去消耗脂肪 因為你一路入 你一路入糖 那它就不消耗脂肪了 所以 疾素阻礦肪會越來越飆 越來越高 OK 然後呢 疾素阻礦越來越高 又會令到脂肪積聚得越來越多 所以 它們兩個是類斗類的 OK 而發炎 又會令到你的脂肪積聚得越來越多 OK 令到你的身體 周身是痛症 周身有很多問題 你越來越痛 你越來越辛苦 越來越不舒服 越來越肥 你又更加不會做運動 OK 所以你看到整件事是邪惡軸心 OK 三樣東西不斷地這樣 互相牽連 互相影響 這樣呢 我愛了 OK 先戴一下 OK OK 好了 好了 所以說 如果你真是一個健康的生酮方法 數字可以照說的 但大家不要聽到數字之後暈了 你很擔心 其實你每天5%的calorie 是來自於碳水化合物 OK 而這5%的碳水化合物 我們盡量都會選擇哪些呢 會選擇是蔬菜 不是水果 是蔬菜 是粗纖維的蔬菜 你剛才說 纖維會刮到腸 但如果你在沒有油脂的情況下才會 如果你是有足夠的油脂的話 這個不需要太過擔心 OK 所以為什麼你吃沙律呢 你淋很多油 現在呢 現在外面的餐廳很壞 就是他們的沙律醬 全部都是糖 就是甜甜甜的沙律醬 他們就這樣倒這些沙律醬 沙律醬裡面 你看到它加了濃稠劑 是令到沙律醬結 就是一粒粒的樣子 但其實它是沒有油在裡面 為什麼油貴 它不想給油 其實你自己想生酷的人 你自己去看都知道 比如買椰子油有多貴 老實說 買橄欖油有多貴 所以餐廳很多時候 就是為了資產成本 它就不給油給你們 OK 只是給那些 傑塔塔的沙律醬給你們 但你是可以問它有的 尤其是在好一點的餐廳 它應該會有的 OK 好了 5%就是來自於蔬菜 而其餐廳 其餐廳是來自動物組織 飽和脂肪 就是肉裡面的脂肪 骨湯浮面的脂肪 你可以喝防彈咖啡 防彈奶茶的脂肪 接著另外就是 譬如你吃的菜裡面炒菜的油 那些都可以 那些都可以 還有就是 譬如你喝 剛才說的防彈 還有就是吃點鈣 吃芝士 這些 我經常都說 你不要吃鈣片 石灰粉 不要吃石灰粉 另外就是 吃芝士 芝士裡面有很多鈣 而且它本身已經是脂肪加蛋白質 完美的Keto 你給我 我一定會選擇吃這些 就是我會選擇吃 一塊牛扒 或者是一塊雞 多個我會吃 你明白嗎 就是一塊那些 鞠躍麵 或者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 鞠躍麵 它是 浪土而已 就是它沒有營養在裡面 但如果我吃的是一塊 三文魚扒 或者牛扒 或者是 蔬菜也好 它不是空白的Kalory 它裡面是有真正的營養在裡面 所以 所以 剛才我所說的那個 研究員 那個癌症的研究員 Harper 都說 他和他太太 都一定會 吃一塊 雪花肥牛扒 然後加一些肥雞 有皮有脂肪 都不會去吃一些 很美味的低脂食物 他可能會加一些 日本的鞠躍麵 在周邊 如果你想要一些 混合 但你記住 真正的Core 是你要吃脂肪 他就說 其實今時今日 你看大家吃的東西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慢性病的原因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就是說 過去40年 我們不斷嘗試說 我們要低脂 然後我們要看著卡路里做人 但你發覺發生什麼事 就是越來越多人癡肥 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當然 你可以用四個層面去看 就是能量層面 又可以說 大難餐 情緒層面 人們覺得空虛 他就不斷嘗試到肚子裡 他人能量不夠 他就不斷嘗試到肚子裡 尤其是一些很聚的東西 令到人能力 能力更多 這些是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說 但一件事 你可以很肯定 其實你不會吃脂肪令到你肥 吃什麼會令到你肥 是吃了一些會啟動胰島素的東西 才會令到你肥 因為胰島素令到你身體主權脂肪 那什麼會啟動胰島素呢 就是有糖的東西 這個糖不是米字 不是我戒甜品就可以了 而是有碳水化合物的東西 進了身體會被轉化成葡萄糖的東西 都會令到你身體主權脂肪 好嗎 剛才我和我夥伴去吃東西 我們去吃了 我們點了三個小餐飲料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是一個是Cevige 即是秘魯的魚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秘魯都是日本人 就是那些生魚 切完之後有很多青檸汁 加一些脆的東西 一個是Cevige 一個是牛扒的Tata 即是生牛肉Tata 另外一個是生的 我忘記是牛油果還是什麼 混合的 三個冷的餐飲料 所以她就點了一個牛 一個Hanger Steak 還有一個是沙文 她本來想再點一個雞 那位待長官就說 不要了不要了 你多少人吃 我兩個 你兩個女生 我說是 那不要了 不行不行不行 夠了 吃不到 但是我去到 我一看到 我就叫了 這樣就 再點了個雞 最後我們已經清潔了 這就是一頓 那你吃了那一頓之後 你真的不夠 你吃了那一頓之後 你吃了一些芝士 你吃了一些芝士 但是 你看到那一頓 我剛才所說的 是很Solid的 因為是海鮮 海鮮 第一個是海鮮 加青檸 另一個是牛油果的魚 然後就是生牛肉塔塔 然後就再加三文魚 那當然有很多脂肪 然後牛扒 還有雞 那有菜的 有菜在下面 有菜可以拿到的 那你問我 就是這樣 這些就是真的有營養的東西 而不是就是說 我生同我還想吃很多的蠟雜 大家慢慢解 尤其如果父母本身是生同的話 拜託你們 令到你們的子女可以 就是 就是 不要再有那種 要食零食的那種惡習 還有就是 很喜歡塞東西落口的那種惡習 OK 就是讓你的子女 習慣吃一些 真是 很Nutritious的東西 就是很有營養價值的東西 還有就是吃正餐 而正餐就是 很大份的 好像剛才那樣 連待會員都看著我們 喂 你們兩個女生吃不到那麼多東西 你不要來 我吃到 OK 我們的意思是清掉了 我就說 我和姐姐寶丁兩人去吃東西 是嚇死人的 我們兩個叫四人餐 六人餐 通常見到我們一男一女去 以為我們拍拖 二人餐給我們 但我們一喊完東西之後 他們就會死死地氣 把桌子拍過來 OK 有時候真的吃不吃是會打包的 但絕大部分的時間 我們都會吃得清掉 很多人害怕 你們看到我的手串 豬豬很漂亮 新來的 我再養一次 不用了 兩種粉蒸 馬達加斯加的粉蒸 莫桑比克的粉蒸 海南部 不同顏色的海南部 一樣是對喉鱗 和對森鱗是好的 森鱗 這個粉紅色和綠色都是森鱗的顏色 但粉紅色的森鱗主要是愛情 這個愛情是綠色是療癒的 而這個粉紅色是美麗 love and beauty 自古以來的維納絲 Aphrodite 他們是love and beauty 這個是美麗 和綠色是愛 所以都是新鱗的顏色 麥麟是我會說的 今天就講了一些療療研究員的故事 他吃東西的方法就是很清潔 很乾淨的生酮 即是我的生酮方式 是Paleolithic 史前人類的生酮方式 不要再問神有事是否生酮 肝有事是否生酮 人類的構造本身就是生酮 所以這個其實不需要問 如果你想要找這些大串 就跟我們說吧 你想單獨一粒的也可以 紙利費 或者是 OK 如果你外面買了不要緊 你可以拿過來 我們照樣幫你做到 地水火風空的淨化 啟動和連結 OK 這樣就進入 生酮月餅 未訂的 你好訂了 生酮我們的冰皮月餅 我想告訴你 我用了很多時間去研發 今次的生酮冰皮月餅 去年是沒有的 是流心的 外面是杏仁粉 杏仁粉為主 裡面的流心是一個果醬 是新鮮水果去煮的 藍莓是一個味道 另外一個是蘑菇 去煮 我們有芝麻醬去煮 然後裡面 有些人知道有果仁敏感 如果你沒有被煮的話 我假設你沒有果仁敏感 我裡面就會是冰皮月餅 流心中間還有果仁 咬下去就是流心還有脆脆 但如果你真的會 氣管收縮的話 千萬不要搏 你記住 告訴我們 我們不要有芝麻醬 另外一個就是 奶黃月裡面有鹹蛋黃 說到這裡 很快點訂 拜拜 下個禮拜見